这一期绝对是宝马车迷的福音 而且这台车型在国内是属于凤毛麟角般的存在 凯特今天来到一栋前两年发生过火灾的停车场 准备在此地向车友收购一台 当年落地在5000多万卢布的宝马 进入停车场内可以看到里面已经快要倒塌 有许多铁棒作为支撑点才保住了天花板 这时车主领着凯特来到停放地 只见整台车现在被车衣保护着 而且这个车位被铁栅栏给包围着 可以猜想到这车位应该是车主自己的产权 据车主介绍道 这台车自从两年前发生过火灾后就从未移动过 只因现在这里已经成了微房才想尽快将其转手 此时凯特已经迫不及待想目睹这台车的真容 让我们来见证一下这台5000万卢布的宝马 你们猜出来这是一台宝马几系了吗 这是一台经典的宝马E318系 配有一台V12发动机的宝马850 凯特看到实车后也不淡定了 因为这台车在俄罗斯的保有量也是极为稀少 凯特作为坐拥全球几百万粉丝的汽车博主 表示850现在在俄罗斯的保有量不超过一双手的数量 只见这台车虽然有车衣的保护 但还是满车的灰尘 不过万幸的是这台850在火灾中幸存了下来 车主也说起了火灾发生的原因 就因为楼下一台电车充电 引发了整个停车场火灾 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而这台宝马850由于停放在顶层 才幸免于难 曾经靓丽的车漆也已满是被熏烤的痕迹 但就算这样的车况 也丝毫不影响凯特对这台850的喜欢 因为要是错过了眼前这台经典的850 还不知下次预见要等到什么时候 另外凯特也发现了 支撑这个车位的竟然也是一些铁架 当检验驾驶室内时 无疑给了凯特一个惊喜 里面竟然没有受到火灾的影响 接着就是检查后备箱的情况 凯特很快就在后备箱内 找到了安装电瓶的位置 随后就是查看机舱中的整体情况 可以看到机舱中 被这台V12发动机塞得满满的 而且机舱中也没有受到火灾的影响 看到这里凯特心中 已经对这台车有了大致的估价了 凯特准备以100万炉布 看能否将其拿下 为了保险起见 凯特拿来电瓶将其连接上 接下来就看凯特 能否将机舱中这台沉睡的大家伙启动了 可以看到此时车身上的应急灯 已经开始闪烁 仪表盘上的各种指示灯也已通电 随着钥匙的拧动 机舱中的发动机也发出了复苏的声音 这对凯特来说是一个极好的开端 接下来凯特又开始检查 驾驶室内的收音机 在这里不得不佩服老宝马的质量是真的好 像这DVD光盘还能正常使用 当打开前大灯的那一刻 简直是仪式感满满 凯特看到这终于是下定决心 要将这台850拿下 虽然现在这台车看着车况较差 但凯特相信自己能够将其整备到一个完美状态 随后凯特将车款交付给车主 两人也达成了这笔交易 同时凯特也得到了这台850的相应手续 这一刻凯特也终于成为了尊贵的宝马车主 现在的难题是如何将这台850运送下楼 由于发生火灾时的高温 十几个车胎已经紧紧与地面贴在一起 凯特只能先对车胎进行加气 看这几个车胎还能否继续使用 经过一番努力后 终于是将这台850给推出了车位 推出来后凯特才发现 轮毂在地面留下了深深的痕迹 可想而知当时的温度和其之高 这台850能幸存下来简直是个奇迹 不过车身上还是有被高温所造成的影响 尾灯处已经被火灾时的高温烤变了形状 这得后期重新去寻得拆车键来更换掉 搭载检查后几人开始了推车工作 这可能是最让几人头痛的地方 因为这停车场内七弯八拐的 由于拖车的高度也不能够进入 几人只能使用最原始的蛮力来推 最终花费半小时才成功上了板车 紧接着就赶紧往维修厂赶去 凯特准备让维修厂今夜加班将其修复 当然这维修厂是凯特提前就联系好的 工作人员看到这顿感一阵头大 不过听到凯特说整车线路正常才放下心来 当即维修人员将车身抬高开始检查 从底盘下的情况来看 这台850无疑是一台精品车 整个底盘极为规整 除了少数秀技外完全挑不出次来 这方面也体现出了老宝马的用料极为扎实 随后维修人员将废机油排了出来 排出的机油已经乌黑粘稠 显然这台850是许久没有做过保养了 接着就将由底壳上的螺栓拧了回去 重新加注新的机油 就这样两人更换添加了全车油水 将一切搞定后凯特尝试首次启动 没想到一次纠正 让凯特一时兴奋不已 机舱中的V12发动机也发出了轰鸣声 不过就在这时意外却发生了 就因为刚刚两脚油门把冷却液给踩了出来 经过维修人员一番折腾才将其修复 最终在第二天一早才结束了检修 凯特也开上了心心念念的850 现在凯特准备先开出去给车身做个大保养 当然在这之前得将临时牌照贴在前挡上 随后就驾驶着这台 像刚出煤矿中出来的850只奔洗车店而去 还别说这样一台宝马E31行驶在路上 绝对回头率超高 就凭借着这一对前大灯就能让无数人侧目 请记住现在还未洗车时候的样子 到了洗车店后凯特亲自上手清洗 随着车身泡沫被水冲掉 车身也显露出了原本亮红色的漆面 看得凯特一时十分激动 凯特此时也感觉到自己这次真是捡到宝了 让我们来看一下清洗过后的宝马850 你们现在还能联想到 这是那台经历过严重火灾的宝马850吗 只见原本布满灰尘的车身 漆面已经恢复了昔日的光泽 这样一台100万卢布的宝马E31你们觉得如何 折合下来约在8万左右 你们觉得这台宝马当年的旗舰车型 现在100万卢布的价格是便宜了还是买贵了 要是换作你们遇到一台E31会为了情怀买单吗 欢迎打在评论区